2011年12月3日下午3点45分 年纪78岁的老人尹全叶因病去世 家中生下了76岁的妻子于智慧和三个已经成家的女儿 分别是大女儿尹纯荣 二女儿尹纯华和小女儿尹纯美 本来一家人就剩下女人了 应该是相依为面相互关怀的时候 可还没有到老人尹全叶去世一个月 于智慧老人却突然将三个女儿同时告上法庭 我问你谁啊 她说她是法院的 你吓给我大忙了 她说我就心里咯噔一声 我就确实不对 法院怎么能找我 她说你母亲给你们起诉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父亲刚去世 母亲就将亲生的女儿告上了法庭 大女儿尹纯荣 二女儿尹纯华 怎么也想不通 母亲为什么会这样做 父亲尸骨未寒 又突然告上法庭 姐妹们难免心生怀疑 我父亲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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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母亲讲的 我父亲在给他算 说一说他不算 他手中的过 一说什么最要不算 我觉不是这件事吗 这里有遗门 往那台说 我发现他这后必是我的 为什么三姐妹同时被告上法庭 而三妹却没有话说呢 大姐尹纯荣的话 让人不禁颤抖 她们怀疑 父亲之死 母亲将姐妹们告上法庭 这两件事 一定是个阴谋的元序 而阴谋的主使者 就是同一个人 而这个人 就是一直不说话的三妹 尹纯美 可是事情如果真如尹纯荣 和尹纯华所说 那妹妹尹纯美 又何胆量 唆使妈妈起诉自己的姐姐 并且还把自己 也告上法庭呢 为了证实自己猜测的可能性 姐妹俩提出 要我们去和母亲见个面 为了了解这个家庭 存在的真实矛盾 我们跟随着两姐妹 去到她们的母亲家 可是还没等我们上楼 看到两个女儿的鱼智慧老人 迅速拎着衣服 往家里跑 老人究竟在躲避什么 为什么女儿的到来 会让老人家表现得如此慌张 难道事情的真相 正如尹家两姐妹所猜测的吗 太难了 妈 开门 妈呀 看你 你开门 妈 妈 你开门 是不是你的姑娘 你为什么不开门 妈 我都给你跪去了 妈 我给你跪下 开门 我 妈 妈 半年了 现在我姑娘走了半年 你别人不开门 为什么把门锁关了 为什么不锁关 妈 我 我老大和老二来看你了 啊 阿俩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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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把门开了 嗯 开门门了 咱 咱 你常常说到底什么事呢 阿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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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下我们什么都没说 但是这里头有人在做手脚 你把门开了 你把门开了 谁说什么谁信你明白 从某女间的隔空对话中 我们了解到 父亲过世的时候 母亲非但没有通知姐妹俩 还将家中的门锁换掉 从此不让两个女儿回家